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亮颖 单依纯 黄紫洪凡 陈立农 王孝坤 刘端端 段奥娟九位 阵容明显偏年轻化 其中前四人应该也是目前国内新生代歌手的顶流了 他们也是节目的常主嘉宾 所以绝对是有收视保障的 特别像周深 薛之谦这样的大咖 他们的演唱会都往往一票难求 对这样的形势新颖的殷宗 绝对能吸引一大波自家粉丝的 事实证明 这次选人是很正确的 几个大咖小咖那里一座 你一嘴我一嘴的简直 是在看群口相上 节目的娱乐性瞬间拉满 首期表演最后的金曲 搬给了周深的沉默的羔羊 一首难度很大的歌曲 旧的花也会无处 凉零地图 走上无归的纷路 再无归通话为虚无 弄在开放放开口 喜欢孤独 不想拥抱简单幸福 坚守痛苦 无声无奈的倾诉 为何命运总是在夜里才更失神痛苦 对我个人而言 我更喜欢周深的另一首歌曲《只字不提》 《只字不提》因为《只字不提》的原创歌词不是太满意 最后还是没有选择演唱这首他看好的歌 风吹的肆意 冻结了记忆 却始终没法忘记 初恋都将着一切 宝贝 此刻的你 还是否 会消极藏极的手 藏出手 可记得你 在哪里 哎呀呀呀呀呀 你强却我啦 我六张都给你 我六张都给我啦 这十六张都给我啦 别的你都不要啦 你给他们点面子 你什么意思 不是啦 那我再去聊聊 我不然再找你 节目的形式类似早些年央视的中国好歌曲 和浙江台的天字的声音两者相结合 就是九位常驻嘉宾和飞行嘉宾 去争抢六位创作人的原创歌曲 嘉宾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向创作者表达演唱的意愿 创作者则根据对歌曲的考量爱决定最终的歌手 说到底 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选择过程 所以这集中有明显的一个问题是 好歌大概率会给到四位大咖手上 毕竟创作者更希望有影响力的歌手演唱 简单的说就是大咖大鱼大肉 小咖剩菜剩饭 比如第一集周深就抢到了两首歌曲 而且是他最喜欢的两首 这档节目观看后最大的感觉就是和以往音综大不一样 无论从嘉宾的选择 还是节目的形式 或是音乐的内容 都令人耳目一新 第一期六首歌曲听下来 我觉得有一半以上的作品我都非常喜欢 相较于我们的歌怀旧风格 我更偏向这类原创型的音宗 因为它代表了音乐发展的一个方向 代表了当下年轻人的态度 而且这次表演是在澳门的美高梅录制 武美方面也非常不错